其实猫猫都不大点 那么硬短也不例外 各个猫猫其实在一个生存环境上 其实你如果能把它的一个环境 室温降到22度左右 是非常宜猫的一个环境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不仅毛发的一个掉毛量大大减少 整个猫猫也是属于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 但是这个热它就受不了了 我们经常会发现 下午的时候 它自己本身有取暖这样的一个习惯 但是有的时候又控制不好一个时间 会发现它热得哈哈哈哈的 这点对于猫猫的一个影响就挺大 因为本身猫猫喝水量就会比较少 它如果喘气了 自己的一个排汗力就更大了 那这个时候反而涉水越来越少 出汗越来越多 这个时候所造成的泌尿系统的疾病 就很容易体现了 或者有的时候会造成大便肝硬肝结 所以猫猫是怕热的 所以环境室温一定要控制好 光照时间一定要控制着准确 小推士猫都怕热阴短也不例外 如果能够把环境温度降到22度左右 是非常适合猫咪的 它不仅毛发的掉毛量会减少 整个猫猫都处于比较舒服的状态 如果没有控制好 对猫命影响会很大 加上它本身和水量比较少 可能会造成泌尿系统疾病或者大便肝结